我们来看一下这套题 这套题要我们从ABCD四个选项 然后全球正确的 首先A选项只有IO指令可以访问IO设备 我们知道在统一编辑的情况下 我们访问IO设备是用什么呢 是用纺纯指令 那不是说只有IO指令才可以 纺纯指令呢也可以 那前提是在统一编辑的情况下 所以这个A选项有错误了 那B选项我们都在看 C选项访问存储器的指令 不一定 一定不能访问IO设备 还是这个地方 一定不能吗 没有吧 对吧 我们这个仿存指令 是可以访问存储器的吧 同时它也能访问我们的什么呢 IO设备 所以西选项是错误的 D选项 在具有专门IO指令的计算机中 IO设备才可以单独编辑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和这个这两句 其实是相互联系 它到过来说也可以 就是说 那只有IO设备是单独编辑的情况下 我们才需要专门的IO指令 那这也是对的 对吧 前说反说都可以 所以D选项是正确的 至于这个B选项 我个人觉得 当然只是个人觉得 就是说存在一点歧义 就是说 它说在统一编辑的情况下 不能直接访问IO设备 谁呢 它没讲 CPU呢 还是IO接口 CPU自然不能直接访问IO设备 对吧 IO接口呢 可以直接访问IO设备 所以它其实讲的不是 非常的清楚 我个人觉得 那大家知道问题在哪里就好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选项呢 我们很明显看到 这D选项一定是正确的 所以这道题讲解结束